陛下 可恶啊 若非老祖大賢將至 豈容這幾個傢伙撒野 讓暗營衛 抓緊尋找炎年易壽的丹藥 是 卓歌主 趁著冷家元氣大傷 我們可以乘勝出擊 將整個丹藥市場給奪過來 是 我馬上去安排 我還沒買購的 我要我要 這是我的手 這是什麼的 還有沒有啊 還有沒有啊 給我留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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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那新型丹藥 禁衛軍也採購了一批 短短半個月 突破的將士 就有三千多人 走 去蛋閣 好 陳少 嗯 這是這些天賺的中品真實 這些卓歌主拿走吧 這怎麼行 這是單閣應得的 此外 我還打算成立一座 陳帝閣 專門授權單閣 出售這三種特效丹藥 這樣一來 北天玉丹閣 就無法插手這種特效丹藥的生意 陳少英明 各主 陛下來了 兩位大師別來無恙 見過陛下 不知陛下前來 有何指教 朕想購買三十萬特效丹藥 不知卓歌主可否幫幫忙啊 朕 特效丹藥乃是陳少陳帝閣 受於我耽搁 陛下 我有一個更好的合作機會 不知是 陛下應該知道這單藥的可怕 一旦產能上來 足可以橫掃整個百朝之地 陛下如果願意和我合作 提供單藥的原材料 我願意將單藥的利潤 分一成給陛下 你確定 當然 此外 我還想要西城貧民窟的開發權 好 朕同意了 那朕就先回宮準備了 恭送陛下 嗯 陳少 你要拿貧民窟做什麼 而且直接拿一成的利潤給那劉璇瑞 這也太便宜他了 哼 這可威兵 我們如今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是原材料 產能 和渠道 劉璇瑞身為大威王朝皇帝 原材料問題自會迎刃而解 而且 宮廷煉藥師 也一定會加入煉治 這樣就相當於 我的產能 直接多了一倍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們以大威王朝的名義 去售賣單藥 就算遭到其他王朝當革的抵制 那北天玉當革 也無話可說 現在 你還覺得一成利潤 多嗎 啊 陳少深謀遠慮 著謀佩服 做生意 不要只看眼前利益 要看得長遠 啊 這陳少究竟是什麼人 不過陳少 那西城貧民窟 根本就是個不毛之地啊 本少打算建一個商業中心 武神主宰官方視頻號 記得掃碼關注唷 啊 嘲笑什麼啊 看看 丹哥招這麼多工匠做什麼 不知道啊 瘋了 丹哥跑去西城貧民窟招宮了 什麼 大家排好隊 安順序一個一個來 若有膽敢生事者 一定嚴懲 你 看什麼看 把這些人拖下去 重打五十大板 逐出此地 放克王 陳少 放手 你們幹什麼 幹什麼 放克王 下水這麼狠 咱還報名嗎 還是走吧 走 走 陳少 拼命窟的人已經徹底墮落了 怕是怎麼約束都沒有用啊 不 正因為他們生活在最底層 所以他們比常人更渴望成功 只要給他們一絲希望 他們就會爆發出 比常人多百倍 甚至千倍的努力和決心 什麼好苦事來啊 諸位 那是廷塵 如果你們想走 儘管可以離開 本少只能說 你們不配 這話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知道我來到拼命窟 聽到的最多的是什麼嗎 是 廢物 垃圾 你 渣子 皇城的毒瘤 你說什麼意思啊 你憑什麼啊 你憑什麼啊 憑什麼 憑什麼 不是我這麼說 是皇城所有人都這麼說 包括你們自己 我說錯了嗎 但本少卻不這麼認為 沒有人生來就是垃圾 廢物 所有人都希望成功 都希望受人尊敬 受人景仰 你們中 很多人都懷揣著夢想 成為一個黃飄 遭受生活的毒打 苟活於世 你們懷疑自己 質疑上天的不公 甘心堕落 你們擁心自問 你們承心自問 現在的生活 是你們想要的嗎 還是說 你們希望你們的下一代 也都跟你們一樣 這樣生活嗎 告訴我 你們當中 一定有很多人認為 只要給我一個機會 我一定幹得不比別人差 但是 沒人給你們這樣的機會 是 今天 本少來了 只要你們成為當革的成員 整個大威 無人再敢用異樣的眼神看你們 你們也可以昂首挺胸地做人 因為 你們是我當革的人 我願意 我願意加入 我 我願意加入 我願意 我願意加入 我願意去 我願意 先進塵上 我願意加入 先進塵上 先進塵上 現在 招宮開始 我 我我我我 送我一個 送我一個 我 我願意加入 我願意加入 當哥究竟在搞什麼鬼 他們將拼命窟中的舞者 招攬了一大半 難道 他們想靠著這些垃圾去開拓市場 當哥只是一個謊子 我們現在真正的對手 還是劉玄瑞 見過葉宗主 吳老祖 葉宗主 你們先退下吧 是 沒想到劉玄瑞那老兒 經利用當哥之事 直接對我冷家下手 冷老祖不必擔心 只要你冷家店鋪還在 有我吳極宗 歸原宗 吳家聯手 未必不能卷土重來 當務之急 是想好如何對付那劉玄瑞 還有那秦塵 老夫必殺此人不可 大家都麻利點 陳少 西城商業中心已經正式開工了 預計半個月內就能完工 這些小事 你讓許伯長老去看就可以了 你現在最要緊的事 是突破七階五王 這我也知道 只是 我這裡需要一些材料 你和南宮會長 還有耶律殿主三人 修為正好相仿 你們可以一同印證 我也好在一個月 這寫的是什麼啊 陳帝閣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 這是 幹什麼事啊 似乎是賣東西的地方 都圍著幹什麼 上面說 有一個新的地方 快看 叫什麼了啊 這邊有出租公室 這太寫了什麼啊 在平民國 最便宜的一間店鋪 都要一萬中品真實 比交易市場都貴 誰會過來啊 就是 這麼快 算了算了 走了走了 你得滑 走吧 火堂當革在搞什麼鬼 原來建了一個 叫什麼商業中心的建築 可笑 有交易市場在 那地方怎麼起得來 卓清風是惱抽了吧 貧民窟是窮人最多的地方 誰會去那種地方買東西啊 簡直活高 看著吧 不出一個月 他那什麼陳帝閣 就得倒閉 咱就等著看他哭吧 陳少 陳帝閣目前 一個店鋪都還沒租出去 別急 丹閣 氣墊 血脈勝地的店鋪 都搬進去了嗎 搬進去了 明天就開業 那就等著看好戲吧 丹閣 鼎氣閣和血脈勝地的店鋪 怎麼都空了 怎麼都空了 聽說昨晚就把東西都搬走了 太奇怪了 好位 好位 丹閣 血脈勝地 鼎氣閣 都將自己的店鋪 搬到陳帝閣商業中心去了 陳帝閣 怎麼搬那去了 還愣著幹嗎 走 過去看看 快去吧 走走走走走 哇 哇 這地方也太奢華了吧 天哪 哇 哇 天 這也太大了吧 哇 一共有十幾層呢 好豪華呀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啊 二位 想了解的話 可以來這邊看看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這是我丹閣新推出的丹藥 藥效比以往高出幾倍 這都沒見過呀 哇 哇 這些丹藥就放在裡頭展示 還不阻止精神力探查 嗯 你好 請問這款丹藥的價格是 我們這是明碼標價 這枚丹藥一百真十 這麼便宜 我們丹閣 血脈勝地 鼎氣閣 這三天全場九折促銷 挑選完商品後 只需拿著我們開的單子 到櫃台結賬便可 這錢不是付給你們丹閣 這裡都是陳帝閣統一結賬 各位顧客 今日只要消費或者充值滿十塊 中品珍石的顧客 便可註冊成為陳帝閣的會員 所有消費將累積積分 積分今後可抵扣珍石 並且提升會員等級 不同會員等級 可在我陳帝閣享受不同等級的折扣 基礎會員是九五折 最高級的黑卡會員是八折 八折 基礎會員享受九五折 咱們每年花費的真實 積少成多 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呀 給我辦一個 我也要 我也要 諸位購物結束 可去我們的餐廳享受美食 休憩一下 這裡還有餐廳 還有餐廳 當然 除了餐廳 我們還有酒樓 客棧 以及各種珠寶和服飾店 頂層還有一個修煉中心 不同於其他勢力 只要諸位充職會員 都可前去修煉 太好了 陳少 太不可思議了 咱們發了 陳少 我們今天一共銷售了七百七十萬中品真實 利潤就有兩百多萬 此外 第一天的會員數也達到了六十萬 我們前期耗費的資金可有一百萬 沒想到一天就回本了 這點利潤就把你們嚇傻了 這可是幾百萬中品真實啊 這才剛開始而已 這樣 我定個小目標 今年先賺他一個億 一個億 徐長老 陳帝閣還有店鋪租嗎 給我們徐家一個 我徐家也要一個 我周家業下要一個 諸位都別急 店鋪還有不少 不過入住陳帝閣 賬必須都從陳帝閣走 除租金外 陳帝閣還要抽兩成的流水 什麼 兩成流水 這簡直就是敲詐 諸位願意簽就簽 不簽也不強求 但是醜話說在前面 下次過來可就不是這個價了 我 罢了罢了 如今交易市場人流都沒了 貴就貴掉吧 陳帝閣開業後 我們幾家生意嚴重下跌 都快入不敷出了 冷破公 你可有什麼辦法 我打探過了 陳帝閣是那秦臣的產業 此人最近一直躲在單戈之中 想要按下殺手幾乎不可能 那小子不是五國之人嗎 我們不如派人去拿下他的族人 五國之地受大陸律法保護 這不好辦 好辦 我們可以讓劉先宗和天英谷動手 他們和秦臣本就有深仇大汗 即便被發現也有說辭 好主意 他們的修為已經徹底鞏固 是時候突破更高境界了 身體 身體 像是被火灼燒一樣 是精神種子 為何這精神種子的力量 會有一些古怪 消失了 這精神種子 難道不是死物 短短數個月時間 就將千雪他們的資質 提升了如此之多 這精神種子究竟是什麼東西 居然同時突破了 居然同時突破了 劍翼透臂 這是劍翼隨心的境界 我突破六階中期巔峰了 臣少 我也突破到六階中期了 主人 我現在已是六階巔峰 龍血王丹乃七品王丹 提升這麼多也很正常 黑奴 我交給你一個任務 還請主人吩咐 你馬上和千雪他們 去一趟五國之地 鎮守一段時間 臣少 你懷疑冷家 會對五國動手 此事不可不防 黑奴他們 足以應付來敵 現在就看王都的對決了 臣少 諸葛主 材料都準備齊全了 其他材料都齊全了 但帝王京時 怕是得從北天獄才能帶回 可能需要三個月時間 三個月 怕是等不了那麼久 此物或許有個地方會有 大為皇室 今天是什麼風 把諸位大師都給請來了 此茶產自天玉聖山 換作聖山翡翠 一小片便值五萬中品珍石 且有價無市 此水取自北天玉天和上游 可洗滴肉身 滋暈補陽 對精神力也頗有畢弈 你 果然好茶 不知四位大師今日前來 所謂何事啊 確有要事相商 大師請講 這第一件事便是想問問 皇室寶庫中是否有帝王晶石 我皇室寶庫中 確有不少珍惜材料 但是否有大師所說之物 朕還真不清楚 這樣吧 朕等下命人 帶大師前去寶庫找尋 若有 大師直接拿便是 去將元親帶來 是 那就多謝陛下了 這第二件事 秦某若是找到帝王晶石後 還請陛下讓復興城院長幫個忙 這 本來大師要求朕理應答應 可若我皇室 隨意針對王朝麾下豪門 怕是 本少並非要對冷家動手 而是看陛下卡在半部武王 已經時日不短 想在一個月之內 幫陛下完成突破武王境界而已 一個月內突破武王 正是 若真的能找到帝王晶石 再加上復興城院長相助 概率至少可以達到七成 若再多加一名武王 概率可提升到九成 好 副院長那裡證據說 至於帝王晶石 此時 則需要大師你親自查看了 兒臣拜見父皇 我給諸位介紹一下 這位是朕的母兒劉元沁 這位則是朕的九公主劉玲雲 可是朕的心肝寶貝啊 至於這幾位 乃是陳帝閣的秦閣主 丹閣的卓閣主 血脈聖帝會長南宮會長 契殿的耶律殿主 還不快快行禮 見過幾位大師 見過幾位大師 早就聽聞九公主聰明伶俐 天賦驚人 今日一看果然名不虛傳 卓閣主謬贊了 你就是陳帝閣的秦閣主 也太年輕了吧 休得無礼 秦閣主名聲 凌雲如雷貫耳 不知大師可否與我切磋一番 不得胡鬧 父皇 女兒不和大師交手 怎麼能知道 什麼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呢 既然九公主想鄙視 秦某奉陪 這怎麼行啊 大師不如現在就開始吧 偏弱天仙 呃 呃 嘻 嘻 嘻 哼 紫薇星神 有点儿意思 无极有杀 用手 用2 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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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4 用5 用4 再来 你已经败了 父皇 我明明还没败 你摸一摸头发吧 头发 秦大师五衣超群 凌云心服口服 九公主的剑法 在年轻一代 已然是顶尖 元气 离带大师去宝库吧 是 大师 请 宝库那里我比五哥熟悉 我来带路 我们走吧 陛下 这九公主 不会看上陈少了吗 大师若能看上凌云 那是凌云的福气啊 朕 与卓阁主 还有要事相生 可否 借一步说话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这是 这是我皇族老祖刘泰 老祖当年受了伤 朕始终没能找到解决办法 所以只能求助卓阁主 老朽刘泰 见过卓大师 是 刘泰老祖不必多礼 让卓某先探查一番吧 如何 卓 如何 陛下 刘泰老祖体内的生机已经衰退 若早几年 或许还能尝试一番 可现在 一点办法也没有嘛 恐怕是 怎么会这样 当年老夫 九阴江冷家 还有无几宗连跟八戟 也不知宣睿你所说的陈帝阁 究竟能否壮大我大威 有办法了 陛下 若陈少可以出手 刘泰老祖的病 说不定就能抑制 秦大师的修为 似乎还不如卓阁主您吧 陈少的修为 是不如卓某 可医术却比卓某强了 起码十倍 若陈少都无法医治的话 那整个北天宇当阁 恐怕也无人能治 好 那就请秦大师来会诊 皇室的宝库分为兵器室 材料室 秘籍室 血脉室 丹药室等 皇室的所有宝物 全部都会存放其中 这里就是材料室了 宝物都记录在册 我查看一下 有劳了 这里的宝物还真不少啊 秦大师 帝王金石还真有 不过在另一个房间 我去取来 哦 不老实 此时明为不老实 佩戴余身可青春永驻 温润女子容颜 当年为了让上官汐儿开心 我耗费大代价 才找了一块万年星星的老实 可惜 女人的心 为何能这么狠 有青春永驻的功效 莫不是大师想要此时 秦某又不是女人 要这不老实何用 倒是九公主容貌绝美 倾国倾城 若是佩戴此时 定有非凡奇象 大师的礼物 林英很喜欢 不会误会什么了吧 秦大师 帝王金石找到了 果然是帝王金石 走吧 怎么回事 秀贤为何突然移动起来了 这密室里有什么 这间密室中摆放的都是残破的古怪之物 很多都不清楚来历 打开看看 为什么 我们可以逐温写 我们可以逐温写 在这边 我们可以逐温写 现在我们可以逐温写 就是此物引起了修剑异动 此甲从何而来 此甲是数百年前 皇宫一名高手 从妖祖山脉一个秘境所得 坚硬无比 即便是七阶王兵 也无法在上面留下痕迹 而且其锻造材料 无人能使 只可惜已经彻底损换 大师若感兴趣 拿去便是 这些秘文 竟和古南都秘法有些类似 难道说 此物之所以无法催毒 是因为真理不对 秦大师 不会是想炼化此甲吧 当年我大威 几大武王 都曾尝试炼化此甲 但都未能成功 大师他这 这 这 此甲竟是远古异魔族战将的 制式铠甲 不过 为何古南都秘法 能催动远古异魔族的铠甲 有了 有了此甲 我的自保能力 又提升了天 这次多谢陛下了 这都是朕应该做的 不过 带元庆和令云下去 是 亦蓉俱容 亦损俱损 所以 陈少您 我当是什么事呢 带本少过去一看便可 居然是七药大阵 急需整个皇城的真器修炼 好手段 秦大使 你能看出来此地布置了七药大阵 这才半个时辰 老祖自家老了十岁一半 此地死气萦绕 此人怕是活不过十天了 还请大使出手 贤人 这位是 这位便是陈帝阁的秦大使 什么 他就是陈帝阁的阁主 玄瑞 你糊涂了吗 如此少年 怎可能会是单刀大使 他定是某些势力 派来围护我大卫的 你糊涂我 阁下二十年前走火入魔 身体严重透支 你怎知我走火入魔 阁下真缘虚浮 弃海受损 不是走火入魔是什么 估计是因为二十年前 为了冲击七阶中期时日导致的 当时 应该是服用了七阶清灵丹 才得以存活 你 阁下 若是信得过我 就放下防备 刘那 阁下 当年在冲击七阶中期之时 就是在此地修炼 那是秦大使的灵魂虚仰 当年 当年 你是在何处突破的 在 在老夫的闭关时 迅睿 快带大使 去闭关时 刘太老祖 你可否演示一下 当时修炼的状态 是 你 面朝东南 你起让开 秦大使 这是在做什么 这 老夫也不清楚 七要和朕 万贵真 千元地方 北斗何印 千元地方 众海 谳闾大阵居然完全渠火了 此阵即便是我全胜十七 也只能激活一半 怎么会 这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点诗成阵之术 谁有皇城地图 朕这里要 此处是何地 陈少 这是三大宗门之一的 归原宗驻地所在 陈少 有问题吗 好 有个猜测 还不肯定 刘太老祖身上的伤势 目前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 两个办法 第一个 是服用延年易寿的丹药 如七品松鹤丹 八品回春丹 九品千寿丹等 自可治愈 秦大师 延年易寿的丹药极其珍惜 怕是 不知第二个办法适合 突破到七阶中期 一旦突破 生机恢复 兽缘延长 伤势自然也会痊愈 秦大师 你这两个办法 完全实现不了啊 我既提出 自然有办法 难道大师身上 有延年易寿的丹药 丹药没有 但本少能让刘泰老祖 突破七阶中期 大师能让我突破中期五啊 能不能突破 还是得看你自己的求生欲望 有多强 待会儿诸位必须完全听从我的号令 不可有任何疑问和反驳 我此次就从 这里有个药方 先去把材料准备齐取 此外 还请陛下 准备一根十米长的符纹锁链 大师要这符纹锁链做何用 本少先前说过了 不得有任何疑问和反驳 难道这就忘了 新锐 起座便可 问那么多干什么 难道大师还会害我不成 是 朕这就吩咐人去准备 卓阁主 来助本少一臂之力 是 陈少 福灵果 天王草 这些都是不足气血的药材 可摇祸 海边 河河散 不捣草 这 这不是炼制春药材会用的东西吗 陈少 这是打算炼制什么 有云沙王丹线 这是七级王品丹药的价实啊 你这炼制的是什么丹药 金阵闻着药枪 体内的血液就加速了 你们几个屏住呼吸 此回光丹 闻多了对你们有害无益 吃下去了 吃下去 看来灰光丹起效果了 你们几个 给我狠狠地揍他 揍他 这 怎么 本少的吩咐都不听了 是 是 小子 你就是这样给老夫突破的 本少替你治疗 你不敢急 还敢直呼小子 封了你的雅学再说 你们几个动作太轻了 秦大师 再打下去 老祖就要被你打死了 本少就是要打死他 什么 还挺有精神的 你们几个还不给本少打死这个废物 好 陛下 忘了之前的承诺了吗 我 我 我 给 小子 老夫妃杀了你不可 陈上 还说你不是奸戏 这等铠甲绝非一般是你拥有 今日人杀你 我死不明目 刘太老祖 你先看看自己的身体再说 身体 这 不 突破七截中气了 怎么可能 秦大师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不想杀我了 我 老夫不知好歹 还望大师大人大量 饶恕老夫 你那暴脾气是得改一改 否则下次还是会走火入魔 大师教训的是 以后老夫一定注意 老祖 你没事了 老夫现在感觉前所未有的好 想不到 我刘太居然也有成为中气武王的这天 对了大师 老夫刚才没伤到你吧 这要多谢这件铠甲 替本少挡住了一击 这不是摆放在杂物间的那件残破铠甲吗 正是 此物还算不错 本少便收下了 要的 大师 您便是半空整个皇室宝库也无碍了 陈少 您是如何治愈刘太老祖的病的 其实 他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突破了 老祖当年就突破了 若本少没看错 刘太老祖修炼的 乃是大日乾坤诀 大日乾坤诀您练出的真元 灼热暴力 霸道刚猛 容不得半点刺激 所以 本少先用回光丹 令其回光反照 爆发出惊人力量 同时 再用符文锁链将其束缚 利用进攻 点燃他体内怒气 再结合合欢散 令其真元前所未有的沸腾 便可一举冲破原先制过 一旦突破 他体内生机恢复 伤势自然也就痊愈了